好 什么春节假决第一天 小林夜那这种餐馆来到了台北车站的防灾中心 来视察春节的书孕状况 交通部长王国才也到现场来陪同 不过外界很关注的是 因为昨天行政院长孙文昌是率内阁团队来总辞 这种餐馆也特别发文说 这个内阁的调整已经在作业当中 那在春节后会立刻来无缝接轨 这是新内阁的团队 所以外界也很关心 那这个新格魁的征询作业已经开始了吗 那我们看一下稍早蔡总统画面 今年的年假比较长 所以我要请大家是需求 滚动的早点保整运能 增加服务 让民众的安全能够保障 能够安心返向和出油 我最后再次感谢各位监署单位 努力为我们的民众提供最好的服务 也请大家多费心了 大家可以听到呢 曾宏蔡英文呢 其实对于那个改选呢 这个任何问题他都没有多做回应 不过因为今天这个王国才也到现场 所以外界也好奇他如果在新的这个内阁里面 会不会留证 那我们听一下王国才怎么说 这个就等春节期间在内阁的安排 那我想说这部分就随缘 但是政务官一天是部长 就是要把所有该做的事情就把它做好 那现在春节是民众最需要交通服务的时候 所以我这段时间就是以这十天的春节的输印 当作我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可以听到王国才说 因为所有的内阁团队都还没有总词 那就一切随缘他现在还是交通部长 所以就来这个北车来看一下春节输印的状况 那他也特别提到了曾宏蔡英文在刚刚的时候 也特别跟他讲说交通部真的是辛苦了 也特别赞赏他们 不过呢王国才被问到说 认不认为这个前副总统陈建仁是个心隔魁的好人选 一开始王国才呢是有点停顿 那他最后呢是说他当然是个好人选 不过现在外界也传出未来这个内阁的人选 林嘉隆跟郑文灿的位置可能会互掉 主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